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 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 钱大使 资深外交官 杰恩吉大使 何荣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另外 亚太综合研究院院长 汤朝成教授 何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前海军舰长 律师舰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中东战火 现在恐怕要比俄乌战场 还令人担忧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在先前表示 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面 捍卫自己对抗文明的敌人 而且以色列强调说 他们一打七都没问题 这七敌人是谁呢 包括了以色列北部的 黎巴嫩真主党 还有哈马斯 以及叶门胡塞武装组织 另外 约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 以及伊拉克跟叙利亚的 什叶派民兵组织 还有就是被认为是这些 就是六个 以色列敌人背后黑手的伊朗 那么黎巴嫩当局指出 10月10号 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市中心 造成了22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根据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说明 他们这次袭击的目标 是真主党的高级官员 叫瓦萨法 但是最后他是幸免于难 而以色列新消息报此报道说 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 跟火箭弹造成了1645次 对于建筑物的直接命中 特别强调1645次 是直接命中建筑物 会这样子highlight 应该不是没有原因的 舰长 你怎么看 因为他们特别强调说 1645次都是直接命中 以色列的建筑 他们是想告诉大家 告诉外界是 以色列的防空出现漏洞了吗 的确是出现漏洞 其实我们看10月1号 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以色列的很多军用机场 就已经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攻击 而且这个到底实际上攻击的怎么样 为什么外界无法得知 因为以色列要求 他的境内任何人 不可以将这个 无论是火箭或者是飞弹 落地的照片贴在社群媒体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的也都是 断检残篇的这一些 当地的住宅的记者 那当地住宅记者也会受到一些压力 所以其实我们没怎么看到 我们看到的 其实可能都是真主党 他们自己拍的 那而且呢 因为我们回想之前 有关于呼叫器对讲机 这一连串的 而且精准打击 那也就是现在 这一些无论是真主党 或我们刚刚讲的七个敌人 还包括那个 哈马斯这一些人 他们对于使用 这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非常多的心理压力 所以我们没怎么看到 那但是如果说 我们从卫星上面来看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以色列它不像4月14号 伊朗攻击的时候 那么密不透风 虽然我们这样讲 所以以色列它从最低一层的 这个铁穹 一直到最高层的 这个箭式的这个防空飞弹 最高可以到达2000公里的 这种防护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它没有办法抗拒的 也就是数量的问题 那当这个无论是 我们讲到真主党 或者是这一个当初的哈马斯 甚至胡塞组织以及伊朗不断地消耗它的 各型飞弹的时候 它现在其实数量已经呈现上一定的困难 那如果说我们来看 现在实际上这个战场的状况 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 这一块就是我们讲到所谓格兰高地的部分 其实格兰高地的部分 这个部分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一个争议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是1967年的时候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认为这是他所占领的领土 那在第四次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 他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 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数十个定居点 虽然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说在1981年按照安理会的497号决议 要求说这里其实不是你所谓的战胜的领土 但是这个最可怕的来了 也就是在2019年的3月的时候 川普说已经过了事隔52年了 这个地方是应该成 美国应该承认说 它是以色列的领土 这个是最麻烦的 那结果呢 我们看这一次的战争 在黎巴嫩的这个境内的话 我们看到这一个个小飞机 这个不是机场 这是被以色列攻击的这个位置 那他们就一个一个这样子登陆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非常明显的 他在他国土之南的 最南的三分之一 遭受到非常密集的攻击 为什么 其实因为这一次以色列 他想要在这个真主党所占据的这个区域里面 划出一个缓冲区 那划出这一个缓冲区 当然真主党的第二号人物 他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战成停火 可是现在不是说真主党想停火就停火了 因为现在真正想要一直打下去的是以色列 而且现在已经一连的 我记得是三到四位 这个真主党被认为是接班人的 都一一被击毙 这次当然这个幸免于难的 真主党的最高领袖 也许也是一个接班人 但是没有被以色列这次的攻击行动所导致 说他的这个死亡 但现在看到说以色列他不断强调说 他就算一打七 他同时开七条战线都没有问题 确实以色列的军力 恐怕比周边的这些中东国家都还要来得强 可是最近打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联合国对于最近以色列轰炸 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特别是引发了担任这支维和部队主力的意大利 强烈的抗议 土耳其外交部也谴责以色列 针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攻击行动 并且补充表示说 安卡拉加会持续地支持 类似的维和倡议和架构 而美联社的报道说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持续升级的同时 在地中海地区的九个欧盟成员国 发表联合声明 承诺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 重新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领土 并且呼吁进一步要支持黎巴嫩还有他们的人民 免受战火波及的地区 希望能够带来和平 九个国家分别是 马尔他 克罗埃西亚 塞浦勒斯 法国 希腊 意大利 葡萄牙 索尔维尼亚 以及西班牙 好 这时候也看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就进一步地跟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加兰特 他们两人通了话 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 奥斯汀表示说 美国将会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也重申 美国致力于透过外交的安排 让黎巴嫩还有以色列的平民 能够安全地回到家园 但摆在事实的眼前就是 在这个攻击行动当中 以军是打到了联合国的威和部队 然后造成了两人受伤 所以大使我们现在看到最新 当然今天我看到的是 法国跟意大利还有西班牙 已经共同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军队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 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也要求停止向以色列供应 用来打加萨跟黎巴嫩的武器 所以现在九个欧盟成员国 共同发表声明 他所代表的外交意义 还有以色列如果继续的执意要打下去 他就是不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外交风险 我觉得这九个国家 基本上是做做样子 做做样子 动动水 它可以跟以色列断交 他可以召回他大使 他可以在联合国发动这些谴责的决议案 发个联合声明 不痛不痒 这只是象征性 并没有实质的动作 很微弱的象征性的举动 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打黎巴嫩 跟以色列打加萨完全两回事 黎巴嫩是独立主权国家 以色列把他军队 堂而皇之开中了别人的领土 这跟俄罗斯打乌克兰有什么不一样 那为什么打乌克兰的时候 这个美国跟欧盟国家另外一个标准 那么以色列打黎巴嫩 好像黎巴嫩是以色列的领土吗 而且打进去黎巴嫩境内就还升起了以色列的国旗 对啊 那又如何呢 对啊 那现在这个普丁已经被国际刑事法庭已经通缉了 内坦亚胡呢 内坦亚胡他在这个加萨地区 光仅仅一个地区造成的这个死亡 已经四万两千多人了 从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 对这个已经就是种族灭绝了 那这个西方他们所建立起来 维持社会国际社会正义的国际罪犯法庭 罗马公约难道是指胡的吗 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啊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根本不在乎他们 11月5号以前 他怎么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是这样吗 11月5号以后搞不好更想怎么打怎么打 所以以色列就是有恃无恐 而且现在基本上他在这个 不是只打了这个黎巴顿的南部 他连续攻击贝鲁特已经上百次 造成的伤亡也相当的大 而且大部分的又都是平民 你能够说这个拖出来尸体 这个是珍珠岛 那个不是珍珠岛 他打的都是民宅 所以现在以色列 他已经把他跟这个2006的时候 当时这个他入侵黎巴顿的时候 打的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一倍了 他原来就是说上线就是往北的界线 是利塔尼河 利塔尼河距离以离边界是30公里 那这个利塔尼河也就是2006年以后 战争以后 国际联合国介入以后 他所愿意维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中立的非军事区 那这个从利塔尼河往南 一直到这个以离边界一共是30公里 可是以色列现在宣布的 希望这个黎巴嫩民众撤离的地方 是再往比利塔尼河再往北推了30公里 那到这个阿瓦利河 阿瓦利河距离这个以离边界是60公里 而阿瓦利河距离贝鲁克只有30公里 也就是以色列现在公然宣布要打击的目标 已经占现在离巴嫩三分之一的国土 他爱打哪里打哪里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那最好笑的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这九个欧洲国家 他们可能要去查一下他们的武器 有没有用来打这个 现在有没有被用来打这个离巴嫩的目标 有没有参与 间接参与 不要光说不做 对 他们要看一看打到他们哨所的 这个违和部队哨所的 那个坦克车的那个炸弹 是美国做的还是欧洲做的 他们自己要搞清楚一点 不要在那边演这一出 那觉得要很 怎么讲呢 很虚伪的一场虚伪的戏 大使刚才一句话 点出重点 这九个国家 要么你就是除了表态以外 你有没有更实质的 比如说像断交 这可能就是一个很猛烈的行动 那说到断交 确实 那从这个尾巴冲突 十月新一轮的这个爆发以来 已经陆续有多个国家宣布 就和以色列断交 2023年10月31号 先看到玻利维亚宣布 跟以色列断交 再来就是智力宣布召回 驻以色列大使 2024年5月 哥伦比亚宣布断绝 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而最新的就在这两天 尼加拉瓜政府也发布公报 他们宣布 跟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看得出来都是南美的国家 比较多 土耳其方面呢 现在也表示说 他们有可能跟以色列断交 好 现在最新的是看到 尼加拉瓜也宣布 跟以色列断交 汤老师 那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像刚刚大使也提到了 欧盟这九个国家 你虽然表态了 可是表态归表态 你有没有实质 能够去协助 扭转这样的一个 态势的行动 但断交 南美国家 已经陆续一二三 可是以色列会care吗 到目前为止不会care了 因为这些国家 都不是很重要 而且是十万八千里 根本就对以色列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断交呢 我觉得说应该是从 这个狭义的国家利益 跟广义的国家利益 这两个层面来观察 所以狭义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跟以色列 什么关联 比如说这个国家里面 比如说智利 智利他是召回大使 可是智利里头 他这个国内 有将近五十万的 这个马拉斯坦人 可是他什么 都是基督徒 都是很久以前 几十年前 就已经移民过去的 那这些人都抗议 那抗议 当然它就影响 它内部了 那你比如说 像这个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还跟这个以色列 都有安全合作 我帮你造武器了 我跟你这个 在战略上 有什么样的合作讨论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好了 现在全部断了 那这个东西 当然了 你说对以色列 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 不能说完全没有 大概就那么一点 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这里头呢 再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刚讲的 外部的 或者是广义的 这个国家利益的话呢 就是美国了 就是美国的角色 因为这些国家 你看啊 玻利维亚是10月31号 因为它7号打的嘛 那31号就很 反应说反应很快了 那他们的这个理由都是什么 你是法西斯啊 你是这个人类灭绝啊 你是这个纳粹啊 什么都讲这些嘛 对不对 那这些是他们自己发动的 那可是呢 这些 那个时候 在它发动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 刚刚开战的时候 美国的态度 还是非常积极的 是 对不对 可是现在呢 这个情况有点改变了 这个美国开始 可能它还会怂恿一些国家 来跟以色列断交 所以背后其实是美国在 对 那你说这些国家 你说包括什么 玻利维亚啦 智利啦 哥伦比亚啦 什么这些国家 它要做这些断交的动作的时候 你说它要不要跟 这跟美国打个稍呼啊 要知会一下 那当然一下嘛 当然要知会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美国还觉得说 这个反正也 这个国家那么小 也没什么影响力 可是现在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 有一点转变了 对不对 它转变 它觉得说 你这个以色列 你这个太过分了 讲明白点就是这样 而且这个拜登还标骂 这个张智 还骂那个纳坦亚胡 那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就让很多的国家呢 可能也会要看风向 第二个呢 美国可能在后面推一把 推一把的话呢 那你这些国家 你可能 不 我说除了这些以外了 还没有断交的这些国家 那可能就开始 要有新的动作了 对老师 你觉得断交的效应 有可能会扩大 我觉得会扩大 可是我觉得 这个要看 看这个美国的态度 美国态度到底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你美国在后面 一直在推动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可能 会比较特殊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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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